好,我们今天讲NAT,网络第一次转换 NAT这个东西其实本身并不难 但是呢,在我们的工程环境当中,其实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基本上你在各个场合的话呢,其实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所以它的一个应用是比较广泛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为什么需要NAT NAT的话呢,它产生的一个背景是 目前我们使用的一个IPv4的地址 它的话呢,是已经快枯竭了 我们说目前我们在使用的一个版本是 使用的一个IP的版本是V4 那么V4的话,它的地址空间是什么 是0.0.0,一直到25.25.25吧 对吧,25.25 也就是说它一个IPv4地址 它是由2的32位这么多个地址 构成的一个空间,对吧 点分实际之数,是32位的 那么这个地址的话呢 这个地址空间我们将它分了五类 A,B,C,D,E 那么这五类当中意味是保留研究使用的 也就是你不能用,这个是保留研究使用的 而第一位呢,是作为主播的IP地址去用的 也就是说实际上最后剩下来的 分别给我们用户去用的 合法用户去用的 其实只有A,B,C,三类而已的 三类而已了 而A,B,C,三类当中的话呢 又有很大一部分是被这个 然后被老美一些大的企业啊 或者是一些学校啊 什么的这个给收购完了 所以最后剩下来的地址就寥寥无几了 寥寥无几的 尤其是这几年的话呢 随着英特网的不断的发展 那尤其是近十年 英特网发展非常非常飞速的 那么网民的数量的话 也在不断的在增加 所以IPV式地址其实早就已经枯竭了 那么正是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提出了很多一些解决方案 来缓解IPV式地址耗尽的这样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可能会有 像我们会有DHCP 动态地址分配 这样的一个协议 来节省我们的地址空间 那这是一个 但是DHCP实际上本身并没有解决 地址稀缺这样一个问题 只不过呢是在某种程度上 可能会有说减轻 但是意义也不会特别重大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一直在讨论的 包括这几天有听说 温家宝在这个 好像在召开会议 专门讨论IPV6的一个 这个推动情况 IPV6本身 它的地址结构跟V4相比 我们说V4是2的324 四方个IP 对吧 也就是说它是32尾的一个地址 而V4呢是128位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128位是一个这个多大的一地址空间 我们今天会开玩笑说 如果不属了IPV6以后 地球上的每一粒沙子 都会有都会有一个IP 这个可能有点夸张 但是其实从侧面上可以反映出来 IPV6这个东西 带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地址空间 其实在未来的话 接入英特网 这个全球最大的广义网的设备 其实不仅仅就是PC了 现在其实我们说 这个全球日益增加的移动设备 像这个随着iPhone 这种智能终端的 这种不断的普及 智能电话的普及 那么对于IP地址的这种需求 也是在日益的增加 再一个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 像这个智能家电 或者是一些这种智能电器 需要接入到英特网当中 那么它也是需要IP地址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更是显得我们 需要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来推动这个事情 那么其实IPV6的话 相信在未来 其实可以这个非常肯定的是 这个商机无限 商机无限 那么另外一块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 像NAT的 但NAT它产生一个背景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私有地址空间 这个概念 私有地址空间 那么私有地址空间 是个什么玩意儿 首先我们说 这个假定的话 我们所有的 这个ABC三类IP地址 都是合法的 那么合法的IP 什么叫做合法的IP呢 合法的IP的话 就是说 你拥有了一个IP地址以后 允许你进入英特网 在英特网里面畅游的 这么一个IP地址 也就是说 目前英特网这个网络单中的 所有的IP地址都是 公有的IP 公有的IP 就是一个公网 那么这叫合法的IP地址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这一段IP地址 其实是早在早在很早在很早以前 早就已经耗干了 耗干了 那么目前为什么说还在使用IPB4呢 正是因为我们有私有地址空间这个概念 我们将 我们将这个 我们将这个地址空间当中滑出一小部分 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把它定为私有的地址空间 那么相对于公有地址 私有地址的话呢 首先你不我们不允许他进入直接的进入公网 明白啊就好比一个人的小民 明白啊这个小民的话呢 你只能在你们村子里村子里面去使用 你到了这个城市里面的话呢 人家就不定认了 明白 也就是说这个私有地址空间 首先允许全球各个地方的人 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场合去随意使用 明白 这个地址空间的话呢 是随意使用的 那第一个 但是呢 使用的话呢 是仅仅限于你在你的本地 或者是你在自己的局域网内去用 你可以随意去使用 比如说我们非常常见的1920168.0.0这个空间 那他就是一种这个私有地址 用了用了最为管分的私有地址段之一 对吧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如果你使用了这个私有地址空间以后 我们不允许你这台PC直接的去访问公网 为什么不允许呢 因为公网不承认你 我们说数据传数据的通信是双向的 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啊 你你你可能只有一个小名 但是你没有身份证 对吧 然后你要去城里面 你要去这个去银行去办账号 那么你你这个人可以去到城市里面 但是城市里面人不一定认可 你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国家 没有政府认可的一个身份证号吗 明白 也就是说你即使有了小名 你在你自己这个村子里面可以可以这个自由走动 没有问题 但是你到了城市里面 原来就不认为了 这个就是一个私有地址的概念 那么私有地址空间 这个东西一旦推出来以后 其实可以大大的解决我们 IPV式地址紧缺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们全球各地的话呢 可能会有很多的平台公司机构 或者是一些单位 比如说四伯 这些家公司 那么这家公司内部的话 我们就可以完全用一个私有地址空间来进行规划 去规划我们公司的网络 那当然仅限于我们公司内部 那再一个比如说一些学校 比如说我们这个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 复旦大学等等这些学校 那么学校里面会有很多学生 会有很多教职工 会有很多一些通信设备 他们也是需要IP地址的 对吧 并且是非常大量的 那么有种方式 我们可能可以直接去向这个服务提供商去购买 去购买合法的IP地址 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去上公网了 但是呢 购买你也花钱 而且呢 随着地址的这个随着这个接入用户的不断增多 地址再变得越来越少 越来越金贵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使用私有地址的方式 那第一个增加我们网络的这种这个这个弹性和可规划的程度 对吧 第二个的话呢 其实买公有地址根本就没有必要 对吧 好 所以全全世界的话呢 有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机构 他们各自的话呢 都在独立的去使用 和这个 去使用一些这个私有地址的空间 去构划他们自己的一些这种这个网络 但是这个网络的话呢 仅限在他们自己的内部 明白 仅限在他们自己的内部 好 那么当有一天 他想出去了 你比如说他申请了一条 英特网的线路 然后呢 他想出去了 但是我们刚才又说了 你使用私有地址 相当于你只有一个小名 不允许你出去的 因为外界不认 对吧 那么 如果我们使用了一个私有地址空间 去规划我们的网络 但是同时我们又希望能够访问外网 这个是怎么办呢 就需要我们的NAT 需要我们的NAT 去解决这个问题 将我们的私有地址 转换成一个合法的公有IP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地址转换的技术 但其实NAT的话呢 它的一个 虽然说它产生背景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它其实应用的场合 不光光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场合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 然后这个我们到后面再说 好 我们再看一下 私有地址 私有的IPvc地址的空间的话 有这么一些 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A类地址10.0.0 一直到10.25.25 也就是10.0.0.0-8 这是这个地址空间 然后B类地址172.16 一直到172.31.25.25 这是B类地址 然后C类的192.168.0.0 然后呢 一直到25.25 ABC三类 各有一个空间 我们划出来作为私有地址去使用 所以大家要明白点 第一个私有地址 这个空间的话呢 首先它不允许直接的进入公网 第二个的话呢 你可以在本地G网内随意使用 好 那么 那么像比如说这个 像A类的这种私有地址 我们一般会常见 常见在什么一种场合呢 比如说 像一些这个规模比较大的一些这种 这种大型的局域网 比如说 一些这种高等学府 一些大学 那么它可能信息点数比较多 因为学生用户比较多 那么像在这种场合下的话呢 可能就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地址空间去规划 那么可能会采用一个A类的私有地址去使用 像一些大的企业的话呢 可能信息点数没那么多 但是规模是比较庞大的 那么可能会采用B的地址去使用 那么一些小型的一些网络啊 比如说我们那些 这个家用的网络 家里面可能就总共就几台PC 那么就可能直接采用一个1920168.1.0-24 对吧 去走 那么这就是大家平时 我们去买一些小型的路由器 或者是一些小型的这种防火墙啊等等 那么就看到一些设备 默认的地址啊 就是1920168.1.1 对吧 这就是一个私有的地址空间 好 我们接着来看NAT的几个术语 我们有 我们有这么几个术语 内部本地 外部本地 以及内部全局和外部全局地址啊 有这么四个术语 那么练起来的话呢 挺拗口 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图 来非常直观的去认识 好 那么 什么是内部本地呢 我们这里有两个局域网啊 两个局域网 那么首先一个概念 局域网的内部啊 我们把它称为inside 也就是我的内网 对吧 好 那么什么是outside呢 就是我的外网 也就是我的连接公网这部分啊 公网 那么这边也是一样的outside和inside 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 那么 我自己这端 我没有经过转换的私有地址 我们把它称为内部本地地址 我自己这端 然后呢 对方这端呢 没有经过转换的私有地址 我们把它称为外部本地地址 明白 外部的本地地址 OK 那么我自己这端 经过转换之后的 合法的公有的IP 我们称为内部全局的IP 内部全局的啊 那么对端这块的私有地址 经过转换以后的合法的公有IP 我们把它称为 外部的全局地址 好 所以自己这个概念 其实通过这个图来了解 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看了这个非常清楚了啊 不会有问题 好 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 NAT的三种类型 三种类型 我们已经明白了 所谓的NAT的话 就是将我们内网的 原本不合法的 或者是说公网不认的私有地址 来进行一个地址转换 转换成一个 公网认可的 承认的一个合法的IP 那么这个其实很多同学就不理解 到底这个私有地址 为什么公网就不认 公网这个不承认的 为什么公网不认呢 这个问题大家其实一直很 很多同学在纠结 我们这里给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讲解 你们就会明白了 假设我们这一端 就这个圈圈单中的PC 这个PC是一个私有的地址 它的地址是192.168.1.1-24位的 假设是这样的 然后呢 这是我们这台路由器 这台路由器是连接到了我的公网的出口 假设这台是运营商的 也就是这边是我们ISP的运营商的网络 然后再往后的话就是英特网 假设是这样的 OK OK 好 那么作为我来说 我要连到英特网 我是不是首先我得去跟英特网 跟那个服务提供商去要一个公网的IP 对吧 因为至少我这台路由器 是需要去连接公网的吧 对吧 OK 那么假设我是202.101.100.1 这个地址是我这边分辨到的 那我这的话呢 100.2 这边 OK 好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意味着 我这台192.168.1.1 就可以去访问公网了呢 我们可以这么去设想一下 为什么说你这个私有地址 不允许你直接访问网络 假设 我们用了这么一个私有地址 然后呢 你去访问新浪 假设是这样的 那么你的原地址是这个地址 对吧 那么目的地址是新浪 没问题 那么数据包的话呢 首先你把它丢给路由器 对吧 路由器上面 你作为出口设备 你肯定配了一条木人路由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假设数据包确实到了这边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又假设啊 数据包到了什么呢 到了新浪了 假设到了新浪了啊 因为你是 我们就假设啊 他是木论地址 这个这个这个 目的寻止 一层一层的寻止到新浪 好了 那么我们要考虑一下 他怎么回来 他怎么回来 首先第一集 你在这儿 你就回不来了 为什么 因为你说说的晚段是192.168.1.0 你这个晚段对吧 而这个晚段我们刚又说了 是我那三个私有地址空间当中的一小部分 对不对 那么既然是大家定义为了你这个地址区间是一个私有地址空间 那么我英特网 我ISP服务提供商 我就不可能会去给你指什么 指回指路由 明白 我就不肯定 不可能会去给你指回指路由 并且当中的整个ISP当中的每一条都不可能会这么去指的 对吧 好 所以从这点上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搞得明白 为什么说 私有地址进不了 这个出不了功吧 就这样一个原因 明白 好 那么 所以有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有NAT去帮我们去做地址转换 然后去做去做这个地址转换 将私有地址转换成一个合法的功能IP 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 NAT 叫做静态的NAT 那么静态NAT它本身是一种一对一的映射关系 也就是说我内网啊 有一个PC 那么他要出公网啊 那么我就需要在我的出口路由器上面去做一个做一个一对一的映射 那么如果有两条两台PC我要去公网 那么我就需要在本地做两条配置 两条映射 那么如果有三条我就需要做三 做这个三条映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静态NAT的映射的话呢 首先它是一个一对一的映射关系啊 并且它是静态的啊 可能就是说不够灵活 可以看一下 我们有一个PC 1920168.1.1 这是它的地址 那么它要去访问一台公网上的PC 56.101.200.1 这是这是我的目的IP 对吧 那么我的PC 我在构造数据包的时候 我的原地址是1920168.101 对吧 那么目的地址的话呢 是56.101.28.1 好 那这个数据包 传到了路由器 那么我们在路由器上 我们需要去做NAT的静态映射 静态NAT 那么做完静态NAT以后 在我的路由器上面就会生成一个NAT的映射表 也就是下面这个表格 好 映射表里面至少有两个表象 一个是内部本地地址 一个是内部全局地址 也就是转换前后转换后的地址 对吧 好 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一对一的映射关系 将1920168.1.1映射到2020.101.100.1 那么这个地址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合法的公有IP 对吧 好 那么这个IP怎么来的 这个IP是我们向运营商 这个运营商 服务提供商 我们去购买来的 明白 去购买的 OK 那么这个数据包的话呢 到了这台路由器以后 路由器一看 我本地有一个运测表 我要将1920168.1.1 这个原地址转换成2020.101.100.1 好 那么这个数据包 在经购路由器转发以后 会被路由器更改原地址 会把它改成一个什么 改成2020.101.101.100.1 然后再传出去 明白 好 那么这个数据包到了这个PC以后 那么它要回来 对吧 那么回来的时候 这两个就正好对调一下吧 对吧 那我的原地址是56这个地址 那么目的地址呢 是202.101.100.1 对吧 好 那么而这个地址的话呢 又是什么 又是 我们的ISP分配给你的 是你购买的 所以ISP自然是有 这个202的对应的网段的路由 指向你这里的 所以你数据包 又可以回来 明白 所以出去和回来都没有问题了 都没有问题了 那就是这么来的 明白 好 这就是我们的静态的NAT 所以静态的NAT呢 就是一种一对一的印射关系 并且是一种静态的绑定 明白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这种NAT 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们 IP地址酷竭的问题 对吧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个死有粒子 你就需要一个共有粒子 对吧 那么你100个死有粒子 你是不是需要100个共有粒子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解决问题嘛 但是呢 这种静态的NAT 有它使用的一个场合 这个我们等会再说 我们会有一个实验给大家去讲 好 那么再来看第二种 动态的NAT 静态的NAT 我们说它是一个 一对一的印射关系 并且是静态的去指定的 内网的某一个具体的原地址 印射到外网的某一个具体的IP 明白 这是一个一对一的静态印射关系 但是呢 它首先会给我们的这个网络管理员 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麻烦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能今天 可能我只购买了10个公网IP 也就是说 我同时我只能够让10个用户去上网 对吧 好 但是呢 我内网可能我有20个人 好 也就是说 这会儿你这个人来了 你要上 我给你赶一下 下火呢 这个这个 在等火呢 可能又有另外一个人来上了 我又要把你赶一下 那么我可能就是说 不停的去改配置 非常麻烦 好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就看第二种 NAT叫做动态的NAT 好 那么动态NAT 什么概念呢 什么概念呢 来看一下 好 那么 它相比于静态的NAT 它就会灵活一点 那么 那么它的一个 这种改变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路由器上去定义一个池 定义一个池 好 那么这个池单中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区间 这个区间 是一个合法的公有IP地址的一个区间 明白 我们把它称为一个池 好 那么这个区间同样也是你需要去向服务提供商去购买的 去申请的 明白 好了 那么这个池一旦定义完了以后 以这个之后的话呢 我们内网如果再有PC 需要去访问外网的时候 那么这个数据包在经过路由器之后 我路由器会去查 我这个池里面 还有哪样一些PC是哪样一些合法的IP是可用的 那我查一个 然后把这个IP地址分配给这个PC 然后去走 好 那么当这个PC的话呢 它下线以后 我把这个意思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 那当然这个 然后呢 如果有有有 如果可能有另外一个用户 那他也要上公网了 那么同样的路由器会再从这个池单中去找 找这个找这个闲置的IP地址来分配给他 所以的话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管理员的维护的这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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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的话呢 就大外降低了啊 那么第一个是你动态的去挑嘛 去挑挑地址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动态的那题 但是其实我们还看得出来 它其实也是一种什么 也是一种一对一的音色关系 对吧 那只不过是动态的而已 对吧 所以它其实就是这样的啊 内网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些触发性的一些这种连接 那我这边定一个池给你啊 你来一个用户啊 我挑个例子给你 然后你走掉 对吧 那么它转换的同样也是我这个例子吧 对吧 是我这个原例子吧 那我将我这个19206801.1 转换成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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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 明白 好 那么当对端的数据包在回包的时候 在回包的时候 对端的数据包的原例子是56.101.200.1 对吧 没问题 而这个数据包的目的地址呢 是202.101.18.1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因为这个目的地址所在的这个地址空间 是你向运营商去购买的 对吧 也就是说运营商会只路由回你这 没问题 好 那么这个数据包的话呢 是能够回来的 好那我们发现都是数据包回来 其实是发给谁的 发给202.1 202.1 201.1 100.1的 对吧 好这个数据包其实实际上 它会被传回这个路由器上 传为这个路由器 那么路由器在收到这个数据包以后的话 它会去查什么 查仍然查这张表 NAT的印射表 它一看 我本地有一个什么 本地有个192.1 201.1 跟我20202.1 100.1 的印射关系 对吧 而你这个数据包又是要发给202.1 201.1 101的 对吧 好了 那么它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又会将这个 这个目的地址给它擦掉 然后呢 替换什么 替换上192.1 168.1 明白 然后呢 再送到内网去 再送到内网去 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刚才漏讲的一点 整个这个往返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出去的时候 你是一个私有地址 我本地我挑个地址给你 然后呢 建立一条印射的条目 印射条目 然后呢 将你这个私有地址 替换成一个合法的公用IP 然后把它丢出去 丢出去 然后呢 对方回包的时候 回包的目的地址 是你这个替换以后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本地全聚地址 对吧 好 然后回来的时候的话呢 同样的回到了路由器上 路由器呢 又将这个本地全聚地址 替换什么呢 替换成我们的一个私有IP 一址 然后再回来 明白 就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动态NAT跟静态NAT的一个区别 就在于 它本地定义了一个池 然后呢 我用户在去访问公网的时候 去这个池里面去找地址 去挑地址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种NAT 第三种NAT 叫做端口复用 我们也把它称为PAT 那么像这种类型的NAT呢 应该说是 目前我们行业团中应用的 最为广泛的一种NAT类型了 那么前面说的两种 包括我们的静态NAT 包括我们的动态NAT 其实呢 这两种NAT 从本质上面并没有解决 我们IP地址空间枯竭 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无论你是静态NAT 还是动态NAT 它其实都是 一个内网地址 对应一个外网地址 一内对一外 对吧 静态NAT不用说了 一个内网地址 绑一个外网地址 对吧 那么动态地址呢 虽然说有提供一个地址池 但是其实从本质上面 它仍然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 也就是说 这两种NAT 其实并没有解决我们 IPV式地址空间 逐渐枯竭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呢 端口复用 应该说从本质上面 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 它提供给我们一个解决方案 使得我们曾经真正的意义上 实现什么 实现多对一的关系 多对一 所谓的多对一呢 就是多个内网地址 可以转变成同样一个外网地址 并且外网能够很好去识别 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刚才的我们第一种方式 那么它是你一个PCE你要出去 那么就需要有个外网地址来对应 来给我 那地址池的话呢 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但是呢 我们PAT呢 你只需要向运营商 那你前面两种 前面两种 如果你有十个用户 要同时上网 那么你可能需要向运营商 至少去购买十个APP地址 对不对 但是呢 端口复用 你可能只需要购买一个外网地址 然后呢 当我内网地址想要上外网的时候呢 我有个用户要上网了 那么我的这个原地址 直接被你转换成 直接被转换成这个公务的IP 但是后面跟上一个端口号 大家还记得端口号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在讲TCPIP的时候 曾经给大家说过 端口号的概念 端口号 那么我们说这个IP地址 其实IP地址在这个网络的通信世界当中 就相当于一个 我们说相当于一个建筑物的一个门牌 我们也说了 在一个IP网络当中 任何两个星期节点之间要互相通信 那么可能需要有一个IP地址 那么IP地址呢 相当于我们的这个门牌号码 那么 如果把这个一个IP比作门牌号的话呢 那么端口号就相当于这种建筑 小小是这种建筑 相当于这种建筑的 你说这个假设是一个超市 那么这个超市可能有卖烟酒的 对吧 有卖这个服饰的 有卖家电的等等 那么这个超市呢 提供这么多种服务 那么它为了统一规范 这个相关的这种服务窗口 那么我们开设相关的这个端口号 好比什么 好比我们设定相应的柜台 比如说你要买家电就来这儿 你要买这个服饰就来这儿 你要买这个烟酒就来这儿 明白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假设我外界要去这个地方买烟酒 那么我访问的这个地址就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这个建筑物的门牌号码 跟上它的这个端口号 研究这个研究柜台的这个号码 明白 所以端口号呢 一般也跟我们的IP地址成对出现的 后面加上两个冒号 所以我们一般我们用这个网 用这个浏览器啊 去访问某一个网站的时候 其实呢 我们就是在访问这个网站的什么 一个IP的什么 80端口 对吧 80端口 因为80是http端口 对不对 默认的 所以IP地址 如果后面跟上端口号 我们也说了 端口号的这个范围是多少 对吧 1到6535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只购买一个外网地址 那么在当有用户需要访问外网的时候 我们使用这个外网IP 给它给替换掉 把自由地址给替换掉 但是呢 我们在后面加上端口号 这个时候 其实我就有一个大量的端口号可以用 对不对 所以我们使用端口号来区分啊 来区分这个内网的PC 明白 所以这个原理非常简单 你看 如果我们是一台PC要访问外网的外网的外台服务器的时候 防它的天亮服务 那么在内网 它是1920168.1.1 这个端口号是随机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访问的目的服务器是56 这台服务器 那么它经过录务器的时候 录务器将这个原IP地址转换成一个共有IP 并且后面跟上端口号 明白 然后再送出去 那么同时呢 录务器本地啊 会保存一个这样的印射条目 1.1 1723 印射到2020 101 18.1 1723 同时本地有保存一个这样的印射 那么当数据包回来的时候 数据包回来的时候 这两个调转一下 对不对 然后56 回来访问2020 101 18.1 1723 那么他一看 1723 印射的是18.1 这个地址 所以他把数据包又转回来了 明白 所以呢 借助于这个端口号 借助于在一个合法的IP地址 后面加端口号 我们可以用来 是吗 我们可以用来向内网提供 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你比如说 你这个1724 1725 那么我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端口号 可以用来跟我内网的私有地址进行印射 所以这就叫做多对一的关系 多对一的关系 那么PAT呢 就是真正意义上去解决我们 IP地址 IP地址空间枯竭的问题 明白 所以目前呢 在很多的我们的一些这种这个 像我们的企业啊 一些公司 或者是一些这个 像学校啊等等 类似这样一些机构 应该来说 这个几乎啊 几乎现在我们是那个行业当中能看到的 如果是内网使用私有地址 使用私有地址 然后呢 你要上外网的话 一般都是在路由器 这个出口路由器上面去运行PAT 然后将内网的地址这个这个转盘出去 因为PAT呢最节省IP地址空间 你可能只需要购买一个地址就可以 什么 就可以让全公司的几百号人上网 对吧 所以它的这个成本是非常低廉的 而且也是非常的这个好用的一个技术 我们来看一下三种NAT的配置 其实NAT的配置呢不难 但是呢 有一些细节 容易在我们实验的时候被大家去忽略掉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第一种叫做静态NAT 也就是一对一的绑定 静态NAT我们再回顾一下 很简单的 就是内网有一个地址 对吧 我们将内网这个地址 手工的静态的绑定到外网的IP 明白 这叫静态的这个转换 那么从内网来看呢 这个内网IP在出路由器上公网的时候 内网IP会被转换成一个公网IP 对吧 那么从外网呢 外网可以主动的发起访问请求 比如说外网可以直接访问这个公网IP 从而来实现访问我的目的 只要你不做什么安全策略来过滤的话 明白 所以呢 这种静态NAT的映射 除了我们说的 可以使得我们的内网用户 内网的私有地址用户 可以合法的上公网 这是一个实现 第二个呢 也可以什么 也可以将我们内网的台服务器啊 去映射到外网 从外来提供对外的服务 明白 所以这种静态的NAT呢 也被采用在一些这样的场合 比如说 像我们在外面做一些这种学校的项目 那有些学校呢 它内网有些服务器 除了要提供内网的访问以外 那么可能还需要有一些 这个校计的这种交流 那么通过公网来访问这个服务器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服务器是摆放在内网的 那么默认情况下 你的公网跟内网是隔离的 对不对 外网是不能够主动发起连接 要访问我的内网的资源的 除非你什么 除非你将它静态的映射出去 明白 所以它这里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概念 怎么操作呢 在全局模式下 首先定义一条映射 IP NAT关键字 然后inside source inside source 这个也是关键字 然后static 静态的 静态的NAT 然后呢 这是内网的私有例子 这个是外对应的那个外网的公有IP 明白 好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完成了一个一对一的映射 明白 那么这个时候 这样一旦定义完了以后 那么我们还需要什么 还需要指定路由器的NAT的inside outside 内网和外网接口 明白 那么这条命令呢 是配置在我们路由器的内网接口 明白 也就是转换的圆 圆方向内网的接口 IP NAT inside内网接口 这条呢是配置在外网接口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两条命令是必须得配置的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配了这条命令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这两条命令没有配的话 那么NAT是不成效的 明白 因为路由器不知道该怎么转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三条命令都要配齐全 配齐全 所以呢 实际上就两步 第一步定义静态印射 第二步定义inside outside的几口 就没了 这样一来就OK了 明白 那么你可以看到 修IP NAT translation 可以看到这条静态的印射 好 这是第一种方式 静态的NAT转换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 它的这个工作的基礼 它除了我们这个私有IP 印射完了以后 它能够使用这个功能IP来上外网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外网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功能IP来访问 来访问这个私有IP 这个是静态的NAT印射 再来看一下 这个例子 如果呢我们要将1920168.1.1 印射到外网的202020168.1 那么怎么配置呢 IP NAT inside source inside source static 然后呢内网地址外网地址 注意不能写反 不能写反 然后呢 因为这个接口是朝内的 对吧 完了以后就给它配置一个 这个IP NAT inside 对吧 这个是外网接口 那么就是outside 配置完了以后 你修IP NAT translation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条目 这个条目 所以静态NAT的配置 就是简单的三条命令就可以搞定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动态NAT的配置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很简单 动态NAT呢 就是我们向运营商来购买一个池 这个池呢 应该是一个公有IP的地址断 是一个断 那么呢 当我有一台有一台电脑啊 一个私有地址 我要上外网的时候 我就来这个池里面 下一个地址 然后走掉 这个时候呢 路由器本地形成一个NAT的映射条目保存 对吧 有下个PC来的时候再走另外一个地址走掉 对吧 路由器会自动的判断 判断这个根据流量的一个这个情况 判断这个池的一个分配情况 所以呢 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个池 IP NAT破 这是一个NAT的池 这是关键字 后面跟上这个池的名字 可以自定义的啊 自定义的 然后呢 起始地址 中止地址 就可以了啊 起始地址 中止地址 那么你可能 在某种场合需要配什么 它的研码或者是前缀的长度 研码或者前缀的长度 第二步 第一步定义地址池 第二步 这个定义内网需 内网这个允许转换的啊 内网允许这个做地址转换的原地址 这个时候就利用到了我们上一次课讲的ACL的地址 所以我们上次课呢 我们说过ACL有两个常用的功能 第一个是用来做流量的控制 对吧 流量的控制 第二个呢 可以用来做感兴趣流量的匹配 明白 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通过ACL 来匹配内网的一个网段 那么这个网段呢 等一下会被关联到我们的NAT的这个映射当中去 也就是说 只有被我的这个ACL 匹配住的IP地址 才能够允许它去访问我们的地址池 从地址池当中拿IP去访问外网 明白 所以Access List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哈 这个ACL的配置呢 我们应该很熟了 而第二步啊 第二步是定义那些允许它做动态NAT转换的那个内网的地址 然后内网地址 第三步将这两个东西关联起来 将我们这个ACL和地址池关联起来 IP NAT inside source 然后呢 List关键字 这是关键字 跟上什么 跟上这个ACL的号码放在这里 然后呢 Pool关键字 然后再加上什么 把这个Pool的名字放在这 明白 好 所以三步取 三步取 我们来看一个 看一个小的例子 看一个例子 首先呢 我们这个还是刚才那个例子 只不过呢 这次我们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词 IP NAT Pool 我们的名字叫做NATE 然后呢 20201010100.1 这是我们的起始地址 202010100.10 这是结束地址 这是起始地址 这是结束地址 然后呢 也码是24位的 Network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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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然后呢 用一条ACL来匹配内网 我们允许它使用这个词来访问外网的这个地址 明白 AccessList1 Permit 1920168.1.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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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这个是ACL 最后呢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我们要将这两个关键起来 IP NAT InsideSource List1 这个1 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ACL 然后呢 Pool 关键字 NATE1 就是这里的NAT 明白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ACL所定义的这个原地址 允许它使用我这个词单中的合法的IP 去访问外网 明白 那么同样的 跟前面那个一样的 这三步定义完了以后 路由器不知道该怎么做的 你同样的 仍然要向路由器来指定什么 内网和外网的这个接口 Inside和Outside的接口 明白 所以这个动态的NAT转换 它的配置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在修IP NAT的时候 就能够看到这个转换的条目 转换的条目 那么这是我们动态NAT的配置 那么再来看一下 PAT的配置 PAT的配置 那么PAT的配置呢 跟我们刚才的动态NAT的配置 有一点的类似 但是有点不同 第一步 定义内网允许它做PAT转换的原地址 断 用ACL来定义 明白 第二步 关联 把这个ACL关联到我的外网接口上面 IP NAT IP INSIDE SOURCE LIST 然后呢 ACLIST 这个就是呢 刚才那个号码 刚才这个号码 Interface 出接口 你比如说这样的 我们待会看这个例子吧 还是看这个例子 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这样的 我这个外网接口 它肯定 它要连接互联网的话 肯定得购买一个公有IP吧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希望做一个这样的转换 我们希望内网的IP地址 私有地址段 可以使用这个接口的合法IP 来上外网 使用PAT的方式 那么怎么配置呢 很简单 IP NAT 不是 第一步 第一步是先定一个 允许内网使用PAT的这个原地址段 Access LIST 1 然后呢 Permit 19218.1.0 0.0.0.25 对吧 那么实际上我允许了一个网段吧 这个网段是19218.0.0 对不对 好 第二步 IP NAT INSIDE SOURCE LIST 1 就调用了这个 ACL 对吧 好 这个ACL所匹配的IP地址 当它要出外网的时候 我将这个私有IP 转换成我这个接口的 哪个接口 这个接口 也就是这个出接口 对吧 转换了这个接口的IP地址 并且采用的是一个端口过载的 overload overload 采用端口过载的方式 也就是说 它在出去的时候 在后面会跟上一个什么 会跟上一个端口号 明白 跟上一个端口号 好 所以这个就是PAT的印射 所以实际上呢 我们就只用了一个 啊 你看啊 我们只向运营商购买了一个IP地址 我内网的许许多大台机子 私有IP地址都可以访问 都可以访问 对吧 那么这就是PAT转换 好 像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语句啊 比如说这个清除NAT的表象啊 这个就是清除所有的表象 Clear IPNAT 相当于复位我们整个NAT的印射 啊 那么我们来 简单的敲一个实验啊 我们来敲一个实验 那么这个实验呢 它是这样的 内网呢 有两台 两台这个 有一台电脑 有一台服务器 分别是1.1和1.100 它们的网关都在路由器上 是1.254的啊 那么路由器呢 是用了一个合法的IP地址 连接到了外网 那么我们有这么一个需求 首先 内网的所有的PC机 以及服务器 都能够访问外网 那么这个其实上 就需要我们配什么 PAT吧 对不对 再一个 外网用户 能够通过公网地址 2022.101018.3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行业当中很常见的一个需求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 公司的内网 那么它有台服务器 这台服务器呢 是一个私有IP地址 理论上 只有我们用户内网 能够访问它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 这个在外面出差的用户 也能够通过英特网 来访问我们这个服务器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你就需要什么 采用静态的一对一的映射 将服务器映射到外网去 明白 那么这个手势家公司呢 它购买了一个 2012.101018.3的地址 作为给这台服务器 去映射来使用的 明白 所以这个手势实际上 是有两个需求 一个需求是 他们要能够上外网 第二个需求是 外面能够访问这台服务器 对吧 好 我们来敲下这个实验 先把这个TOOP图给搭一下 那么在这里呢 这台PC和这台服务器呢 我们采用这个路由器来模拟 采用一台路由器来模拟 那么待会我来看一下 怎么来实现的 这是PC 那么为了让我们这个TOOP图更直观 我来把它的这个 我们把这个图标给它换一下 这是台PC 这是一台服务器 这个只是更换图标而已 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然后呢 我们又使用一个 这个交换机 作为内网的一台 然后呢 路由器 3600 这个路由器是我的 我的网关 那么再用一台路由器 作为外网的 作为英特网 所以我们给它 把这个模块给它加上去 服务器和电脑呢 都只给它添加一个这个 快速一台网的模块 这个交换 这个就不管了 路由器 一个是一台网的 还有一个 C-Record的串行接口 对吧 好 脱不脱连一下 OK 好 好 那么我们来把这个视频 给大家敲一下 一共是 一共是四台设备 好的 那么我们先把 每一台设备的名字 给大家变更一下 待会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就更直观点 R1它是一台PC 对吧 所以把它改成PC 那么PC地址是 这个IP 就是1920168.1.1 对不对 OK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其实它还是一台路由器 对不对 但是这个实验呢 因为我们为了方便去做 因为我们实际上 只需要做通绩型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 这台 其他是一台路由器 对不对 我们用这台路由器来模拟PC 那么怎么模拟呢 实际上我们只要敲两条命令 就够了 两条命令 第一条命令呢 是No IP Routing 这条命令的意思就是什么 这条命令的意思就是说 我把这台路由器的 IP路由功能给它关掉 那么它一关 就相当于台PC的 对不对 没有路由功能 然后呢 你我们给这个接口 配置了IP地址 对不对 相当于给什么 相当于给它主机的网卡 配了IP 对不对 但是有IP还不够 还有有什么 网关 对吧 网关 8.1.254 对不对 这个时候 你在修IP Routing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是 Default Gateway 就是末日网关是1.254 对不对 但路由表是空的 对吧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路由给关了 所以 以后呢 如果咱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如果要出现什么 出现用路由器来模拟PC的时候 那么就是 No IP Routing 先把路由给 先把这个路由功能给它关掉 然后呢 再给 再给它的这个 接口 相当于给 给PC的网卡 配IP地址 对吧 配IP地址 配 也就是路由功能没有关的话呢 这条命令是不生效的 明白 IP default gateway 是不生效的 明白 所以两条命令 一定要 一定要自己一块打 好 这是PCE 我们就配置完了吧 对不对 机关IP也没配错 好 那么R呢 是服务器 对吧 Sover改名字 好 服务器的IP 1920168.1.100 对吧 好 No IP Routing 也给它关一下 好 然后呢 IP default 注意网关要配 不然可能外网出不去啊 1.254吧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时候 PC和服务器都配完了吧 好 来看网关 R30网关吧 改个名字 Gateway Gateway 然后呢 内网地址是 1920168.1.254吧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外网地址是什么 IP就是20201010100.1 224 这个是因为是27位的 27位的这个外网地址 OK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配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我们的默论路由 明白 默论路由 为什么配默论路由呢 你看核东同学 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一个点 如果咱们在这儿 模拟外网 那么核东同学 比如说我们这个模拟外网的一个网段 这个200 200.0 那么一个同学就会指静他路由 他会指IPROTE200.0 下一条是这里 那么这个实验 从实验的角度来看 这个配置没有错 但是呢 大家想想看 联系一下实际 实际是什么 如果是一个真实的环境 英特网地址是 它的这个 这个这个地址空间是无穷尽的 那么如果你要一条一条 要是指静他路由的话 你不会只疯掉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是在出口路由器上面 一定会有一条静他路由 至少有一条静他路由 明白 这个木龙路由 然后呢 将这个所有的数据包 不管上加息 全丢给英特网 明白 因为英特网里面 这个地址空间实在是太浩瀚了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木龙路由 给它扔出去 对吧 100点多少 看下点多少 点30吧 对不对 30 好 OK 那么这个时候网关也配完了吧 再看 我问的这个R4 R4呢 给它改个名字 叫做英特网 Internet 好 R4的这个地址 202.101 100点30吧 刚刚好像是 对吧 R4 好 拼一下 202.101点100点1 A 通 看下什么问题 202.101点100点30 啊 研码是224的 没有错 我看看这边 24 202.101 1010 100点1 9 1-0 那研码也没有错 啊 通了 现在通了 对吧 那么刚才 啊 现在也通了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相当于什么都通了吧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注意一下 很多同学在做实验的时候 竟然会在英特网上去配一条 IP ROAD 1920 168.1.0 然后呢 回纸回来 能不能配啊 大家注意一下 这台路由器上面你是不允许的 你如果都配了新台路由回来了 我们还要做NAT干嘛 对不对 你想想看 这个电信可能专门为了你 给你指一条1920路由回来吗 不可能的事情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英特网 这台这个路由器上面是不能够配置 回纸路由回你这个设备的 明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PC去访问 2010 10 10.1.30 你肯定是屏幕通的 对吧 肯定屏幕通的 因为什么 NAT没有做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实现第一个需求 内网的所有的PC及服务器 都能够访问外网 那么我们采用PAT来做 PAT来做 在网关上面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ExitList 来匹配内网的 这个允许它这个出外网的流量 ExitList1 Permit 1920 168 168.1.0 对吧 0.0.0.25 好 然后呢 IP NAT Inside Source 对吧 然后呢 List1 Interface S1.0 注意 这个是什么 我的外网接口 明白 因为我是要采用 外网的接口的合法的IP地址 来出外网 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外网的接口 明白 然后呢 Overload 好 这个时候配网了以后 大家要注意 千万要注意 还有一条命令 还有两条命令 没有配 这个一定要注意的 对吧 要指定内外网接口 对不对 F1.0 这个是我的 Interface F0.0 这个是我的 内网接口 对吧 然后呢 S1.0 这个是我的外网接口 对吧 好 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再看一下 PC 能不能拼通外网 你看 通了吧 对不对 通了吧 所以这个时候 在我再看一下 在GitB上 我们修IP NAT Translation 看一下 就会发现什么 发现 2011的101.100.1 冒号-1 这是第一个 短口号 第一个 对吧 被谁啊 被我 1920168.1.1 拿来用了 对不对 点2也被我拿来用了 点3也被我拿来用了 对不对 是吧 发现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三个 那个SMP的包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看 这是第一个需求 再看服务器 能不能反问出去 服务器 PIN 2020 101.100.30 也通了吧 对不对 好 再看一下 再到网关上 看 网关上面 好 看到没有 这个 这边 我们也有 也有这个映射 对吧 1.100的映射 明白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需求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实现了PAT的配置 再来看第二个需求 外网用户能够通过 这个地址 来 向 来访问内网的 1.100的服务器 这个时候 你英特网的服务器 如果你直接访问 1920181.100 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你要访问一个seal的例子 怎么可能访问得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做一个静态的 一对一的映射 在gateway上面 做一个静态的一对一的映射 把这台服务器的地址 映射到 映射到我们向 这个运营商 申请的这个地址 明白 100.3 好 来试一下 IP NAT Inside 对吧 Source Static 还记得吗 这个配置 对不对 然后呢 后面紧跟的是什么 是我的内网地址 1920168.1.100 对不对 然后是外网地址 2010101.100.3吧 对不对 好 回车 这个时候静态映射力配好了 我们看一下 CIP NAT Translation 看到没有 你看啊 刚才的我们这些动态的 这个PAT的映射条目 消失了吧 对不对 因为我的流量 有一段时间 停了一段时间了 对不对 那么路由器 我自动把这个 把这些的这个 映射条目给它清掉 这样可以释放出来 一些段口号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条是静态的 永恒存在的 明白 所以这个时候 我再从Internet上面去 PIN一下 202.101.100.3 PIN通了 对吧 我们在服务器的这个上面 我们给它开一个TELNET 因为你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你PIN通到底是哪个地址啊 我们开一个VTY 允许外网来TELNET PASSWORD 好 这个时候我从 英特网上面 我去TELNET 2020-101.100.3 SPOTO 看到没有 进来吧 SERVO吧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英特网 就可以采用什么 采用这个 2020-101.100.3 来保护我内网的服务器了 明白 那么这个也就是 我们业内 这个各种各样的企业 或者是一些 这个单位当中 非常常见的一种方式 内网这个台服务器 需要映射给外网的时候 那么一般就想这种方式去映射 明白 但是呢 这个里面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我们这种 IP地址的一对一的映射 是很危险 为什么很危险 因为你是一个 什么全映射 也就是说什么 也就是1.1 19-2016 8.1.100 这个内网的服务器 所有的端口号 都被映射到了这个公网IP上面去 明白 换句话来说 等于说这台服务器 整个的都暴露在公网上面了 公网上的任何一个用户 都可以通过这个IP地址 来扫描你这个服务器 看你开了你端口 有什么漏洞啊 什么的等等 明白 所以这个时候很危险 明白 那这个时候呢 怎么办呢 你看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 什么端口映射 也就是在这个静态路由 这个静态NAT的配置的基础之上 来给它更进一步的 做一个细致的映射 比如说 我们这台服务器专门是对外网来提供这个web服务的 也就是只是提供http服务的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服务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把这台服务器的80端口映射到外网就可以了 明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来呢 我们先把这条命令给它删掉 为什么 因为这条命令呢 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我们在外面做项目的时候 一旦这么去做的话呢 其实客户的服务器一旦暴露出去以后 在外面 被那些骇客 这个隔上岔五的天天被人家给废掉 明白 当然有些销售也牛逼 那些客户一看来讲 天天被人家黑 忽悠客户买了台防火墙 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没那么复杂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的 我们先把它弄掉 我们只映射这台服务器的80端口出去 其他的端口不映射 这个时候可以减少一定的危险程度 你看我们这样的 命令还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只不过呢 打个问号看看 Static后面可以再加一个关键字 比如说TCP或者是UDP 明白 因为我们HTTP80是基于什么 TCP来做的 所以我打个TCP 问号 后面跟上我的内部本地地址 也就是私有地址对吧 1920168.1.100服务器的IP 空格后面跟上什么 后面跟上我的真实端口号 明白 比如说我这里是80 那么我就写80 对吧 因为我这个服务器 确确实实是用80端口来 对外提供服务的 对不对 问号 后面跟什么 后面跟需要映射出去的 这个外网的IP地址 那么应该是2020101 点多少 100.3吧 对不对 100.3 那么再打空格 问号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80端口 我要映射出去 给它变成什么端口 明白 那么有一种方法 就是你直接80变80 这是第一种方法 但是呢 这种方法不是特别安全 像有一些 这个 有一些项目呢 我们就会这么做 把内网的80端口 映射到外网的8080上面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比较稀奇古怪的 1025 对吧 大家最好是用1024以后的地址 因为要 这个端口号 因为1024以前的 有可能会被 这个被一些特殊的服务 或者是被一些记忆的服务所使用 所以我们一般会8080 明白 8080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这个实验的需要 我们这个实验 是要通过这个 Telnet来测试实验效果 所以我们这里用23 我把23映射到外网的8080 明白 回车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你 用这个命令去Telnet 从internet上面 你就Telnet100.3 看一下行不行 不行 对不对 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们实际上 是将这个服务器的 23端口 映射到了100.3的什么 8080端口 所以你要访问 8080 明白 加上空格 8080 进来了 是吧 好 明白 所以呢 这种的映射方式 我们把它称作端口映射 它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刚才的 那个静态 IP对映射上面 的这个基础之上 给它进一步了 给它做了一个进一步的 这个细致的映射 明白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在这个服务器 实际上我只有一个端口 给它暴露在了这个外面 明白 那么可以减少一定的安全隐患 明白 好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 这就是我们这个NAT的实验 好 那么NAT这个模块呢 我们也就 CNA阶段就到这里结束 好 好 感谢观看